我叫孙中华 73岁了 我从1971年开始借出的太极拳 当时是打的是洋式拳 然后我又学过吴式拳 然后又学了 陈式太极拳的混元 一个门派 现在叫混元太极 然后在2006年 接触到了陈中华先生的 陈式太极实用拳法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 一直在练习这个实用拳法 说起这个太极拳来说 它的历史上是很悠久的 世代也传承有序 经过这么多年的练习 还有我粗浅的理解 我觉得第一个 它就是蕴含着 咱们的传统的哲学 它里边的一个 中心的哲学思想叫 中和 中啊就是中国的中 和是和平的和 这其实是 孙世太极拳的创始人 孙路堂尊师提点名的 大家总结出来其实也差不多 中和就是什么 就是中 中就是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 这就体现出了咱们这个 包括儒家的这个传统哲学 也中庸的 其实都是 都是有 有一致性的 然后呢 他呢 除了这个 外部动作的 这个规矩森严以外 他对人的内部的结构啊 尽力的传导 人怎么样能够取得平衡 取得和谐 要求非常高 所以中和就是这俩意思 就中 就是 还有一个是和 这两个身心 对咱们的身心都有好处 因为身体上要求很高 在那情绪打起来 是 是 很沉静的 那么一个心情在那里打 然后 他呢 要继承这太极拳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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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呢 我个人认为 要 全面继承 大部分的这个 太极拳的爱好者 注意养生 也无口后非 可是只要有兴趣和有能力的 要把它 作为武术的一方面的东西 继承下来 所以呢 这是全面的继承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 武术的这个 这个基本的特征的话 这东西啊 就不是武术了 不是太极拳了 他可能跟舞蹈了 跟体操了 跟导引了 什么其他的杂技了 就分不清楚了 他其实就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 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资格了 所以我觉得咱们 第一个 他的理论上是 不大精深的 让人呢 总有 继续探究的那么一个 那么吸引力 然后呢 然后拿他这个 哲学思想 去滋养 这个练习者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动作 就是非常的 就是适于所有人 几乎所有人练习 因为总有这么几家 你会选上一个最合适的 是吧 最合适 自己最喜欢的 咱们现在有的是 陈阳武孙等等 都有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 对练习者的基本要求 比较低 门槛非常低 你有一个 拳打握牛之地嘛 你有个很小的地方 就能打得开 什么时候也可以打 没有特殊的服装 只要这个要求 是吧 也不像 他非得两个人 才能打乒乓球 网球 那么多人 才能那么打场地 才能打高尔夫 有一个队 你才能打篮球 他一个人也可以 集体也很好 另外一个 他的伤病非常少 原来我是 从事西洋体育特别多 就是浑身就是 我左肩没伤过吧 哪都伤过了 肌肩人带撕裂四回 然后膝关节 早就跟我算账了 蹲到一半 就坐这下了 手腕什么都是 有肩伤 伤得都很厉害 连脚趾都伤了 这个 打太极拳呢 就一个一个的 把我这个都给 腰基本上就是 百分之百好了 那条理好 啊 膝关节呢 我估计好 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个肩和 这什么都 就是说 手腕呢 因为从六三角就伤了 那这个比较成就 我估计达带有好处 实在不行 让人按摩 针灸一下 所以呢 他不但不会给你 造成新的运动创伤 而且会对原有的伤 包括一些慢性病 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我原来看过一个很老的一个 一个 一个论文 当时是他跟体操对比 体操运动员 都都专业的啊 受伤二百八十多截 多力 武术只有一粒 而且肯定不是太极 所以大家的有这么多好处 基本上没有什么坏处 我觉得这是咱们 咱前辈 这个祖先 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瑰宝 大家希望很多人 都能够练习它 喜欢它 钻研 然后呢 让那个 这个咱们的文化 瑰宝 反应贵大 对 让所有人的身心 都从中到的好处